下星期就是父親節 是在故公室來舉辦無犯老爸的表演大會 總共有43位的無犯老爸歡喜來接受表演 同感冒很多親人做會來培董參加 今年會會丘報在省度假方 要帶老爸去錄影 現場是老內又溫馨 這尺丘就由中東的武道來為何東開市場 接著來是由藍天白雲 當健康帶來精彩表演 在行政中31樓的大禮等來表演每一個禮宣發出來的無犯老爸 現場包括是這区長民的代表都會現場最好 經由我們整個評選的程序 所有能夠來代表我們市值地區 能夠來接受表揚 其中有四位也榮獲我們新北市市級的模範父親 模範父親的一個表揚 慶祝父親節 在此我要特別要代表我們市長 來恭喜我們所有的模範父親 以及我們所有守護我們家庭的一個父親 大家父親節快樂 在這裡先至上深深的感謝針對我們43位模範父親 那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我們每一位父親真的都非常的偉大 也非常的辛苦 跟媽媽一起把我們家裡拉拔長大 那今天能夠在這個場合被表揚 我相信不管是我們43個爸爸心裡 還有或是說我們的寶券 內心一定都是覺得非常的驕傲 非常的感動 這是一個感動的時刻 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 我從日本回來 也是陪小孩出國 很熱的 因為就是他們要去東京 迪士尼還有環球影城 但是當一個爸爸 其實我也不想去 都是陪女兒去 大樂天在那邊排隊 每一個玩的都是要排隊 就要排30分鐘以上 但是為了小孩子 為了女兒還是要付出 還是想說再怎麼辛苦 還是要把他撐過去 所以李嘉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大家 那爸爸因為在家中的角色 通常都是比較有威嚴嚴肅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就是很需要 公所舉辦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有時候 自己要跟爸爸說 這個表達情感的時候 大家會不好意思 但是在這樣子一個父親節 我們每一位家屬 都可以在這樣子的場合中 跟大家一起 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 對我們父親的一個感謝 那還趁這個機會 謝謝我們父親長期 來對家庭以及社會的付出 來照顧家庭 好爸爸的後面一定有個好媽媽嘛 那你把媽媽照顧好了 那家庭就好啦 因為我一直都跟我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所以對我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太太 我小孩 我們就比較重視家庭的倫理 對我們林一仙大科他是一生為國家奉獻貢獻良多 退屈了又現在還在當義工 而且那培養兩位成立都讀到大學 比博士學位 現在都是當教授級的 實在是不容易 這次總共有43位的保安老爸 來歡喜這首標榮 這次也有很多家裡的人做會來參加 現場是佈地形 都跟風 要帶老爸去錄影 最後大家也做回來 非常對面是老內跟溫心 記者 陳慧玲 喜劇報道